今天又是一期这种套 讲起来有点奇怪 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大概有发过一期 然后是在我那边家里面有一个房间 平常很多会用到就游戏主机也好 还有我做视频电脑也好 然后我全部放在一个房间里面 有做过一期视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今年三月份 然后我是搬到了这边 如果有前几年开始看我视频 尤其看直播的朋友 可能这边这个环境会看到很多熟悉人数的 包括这边这个沙发 沙发上面那堆的皮卡丘 这个沙发也是陪伴我很多很多年 它依旧在这边 因为东西越来越多了 有些设备 电脑还有很多的配件 一个房间已经放不下了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把东西全部搬到这边 就现在这边一整个家 然后我用来放我这些东西 最关键就是这边它还能保持一个正常生活的状态 平常在这边玩也好 还有包括朋友来也好 因为这边离我住的家很近 做视频大部分时候 然后都是在这边 这期情况会有些特别 因为这边不单单它有很多游戏相关的东西 虽然我是不会住在这边 但是如果要住的话也完全没问题 好不好 带大家来看一看 这个是之前住在那边的水友 没跟我商量过 我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他直接挂在这边 他走的时候也没有带走 听别人讲这有可能是哪一部高达作品 原来房间里面也有的 这是一个出门架 平时附近买摆东西 家附近的商圈会去逛逛的时候 然后这个包装的东西挺方便的 对讲到这个 在这边扔了一辆自行车 这是基本上拍特定用场 要么就是出去运动的时候 然后骑个几公里 要么就是去附近拍点东西 然后我最近几期视频其实都有跟朋友一起去了 这个包 包没有了 特意是把这个包扔在这边 起车的时候带点随身小东西什么完全OK 这只猫还在 头罩是可以拆掉的 它是一只猫 带上草莓头套 这才是它本体的感觉像小偷一样 反正很治愈 没事的时候给摸两下 这边这一排架的 上面东西经常会用到的 那个面包就其实非常简单 只不过它那个颜色很复古 当时是一个系列 然后有几种就是什么奶油白 然后橄榄绿 好像还有什么配色 我记得三个配色 有咖啡机 有面包机 还有一个水壶 肚子饿了 烤两片面包 茶点黄油 它就可以当一顿点心池 咖啡机使用率超高 就是优缺点都很明显 优点是出品比较稳定 正常你只要这个胶囊就买的是官方了 然后它做出来干什么样就什么样 但坏的地方就是你少了些DIY乐趣 这是一个可以用的手饼 虽然它现在已经很久很久没有重点了 然后往里边走 这边是客厅的中心 如果有朋友来 或者平常有家人 大家在一起就看看电视 来一起玩玩游戏 这是好几年前 我当然特意买了一个比较高一点茶几 上面放点零食 拿放东西都比较方便 还是一盘宝可梦 几十年了 从小到大我心甘情愿被黄浩的骗钱 这边房子其实不是很大的 放电视的这面墙不是特别的长 旁边就房间的门 然后那边就是去厨房跟洗手间的走道 这边就放了一个75寸电视 因为纵身不是那么大 这75寸电视就是这个视觉冲击力 感觉跟一面墙一样 说实话 我房间那个55寸 我也觉得像面墙一样 对 这个就完全跟你会去用它这个空间有很大的关系 你这样一摆 我总觉得XSXDPS5一档 这不至于 人家放在地上其实挺合适的 好啊 这更像空气性化器的 前两天公布的那个黑色的 他为什么不出个白的XSX 我其实挺想要个白的XSX 还有PS5配套的 这台电视常常赞助的 这台是海英家新出的游戏电视 Ace 2 首先它是两个满血HDMI2.1 然后加一个残血 但支持4K60真的有去电话的电影 三个接口正好三家 两个满血 如果你手上面是正好预算人家都有的话 或者你之后 或者这个也留有余地了 两个三个接口正正好好 然后其他该有接口也都有了 75寸尺寸也就罢了 它也有65寸了 这完全看你个人常年使用需求的 哪怕就这个距离 我这边距离也不算买 在预算范围里面的话 尽量买大的 像一堵墙一样 会更有视觉冲击力 它是游戏电视 它是支持这个世代 就PS5跟这个Export Series 它是完美 其实这两边所有学义的 它还有一个专门针对游戏菜单 各种快捷开关 是针对游戏这一款 144赫兹高刷屏 然后呢 而且它可以开超高刷新率 240赫兹 我要吐刷FFX能稳60的都不破了 那个正式版我应该没问题 试完版是老的版本 讲到FF16试完 FF16试完因为有一个部分 召唤兽动作战斗体验 我估计可能是中期的一段这个流程 玩过的这个朋友可能知道 就那个部分它很爱 因为我自己也录了素材 那个部分整体是很爱 这台电视它用的最优厉的面板 背光分区处很高 这样这种比较暗 还包括前两天玩的批刀槽的谎言 整个试完版从头到底都没有亮的地方 因为其他很多游戏里面也会有 类似像这种就暗藏 也包括大波罗斯 它这个视角本身就比较远嘛 偏暗那种细节就很容易你看不清楚 但这台上面这种明和暗的细节 包括那种很亮的 它这个细节依旧是能看得清楚 甚至有个专门提高暗部细节选项 暗的这个场景世界就可以看得很舒服 我放在电视机会旁边 正宅皮卡 我以后装修去买两个放门口迎宾 我忘了我视频里面有没有提到过 然后是在缺烈员那边 然后看到一卖娃娃的一个店 我买过他们家一个小的娃娃 有一次在他们店里然后是看到有两个 大概差不多1米4左右吧 大概叫金虎银虎 有的狐狸耳朵 狐狸尾巴 然后穿着女服装 我当时就想忘了那两个如果摆在房间门口 你都这么小了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因为要很大 后面这不是问题 拖运的时候然后两个差不多打个1米4的这个娃娃 然后穿着女服装 然后有的猫耳朵 然后又在狐狸里边 我怀疑拖运那边会有异样的眼光看 但是如果皮卡丘的话 哪怕大一点啊 这个要拖运的话 这个我完全喜欢 这个已经是1比1的皮卡丘了 完全喜欢 对啊 再大不正常 再大体现出小制补正常 极具滑 沙发旁边这是好几年前买的一个小身样子 就在这几个月里面 然后有几千 汤姆特 包那些 我就在这张桌子上面拍了 人站的时候把这个桌的声道最高 东西摆在上面都拍起来真正好 平常不用的时候把它降低 然后放在沙发旁边 然后就挡住了 这个挡住吗 对 把它一定要 为什么一定要拍 脸睛比较好看 有神 这边是在沙发在旁边 特意放一张电竞桌 最近几期视频里面其实也拍到过 这张是安德斯特的电竞桌 然后两个屏幕我就喜欢这种床 床脸能摆很多东西 但是那个宽度也这么好 趴的也比较舒服 我这种就喜欢这种手可以拖住的 手臂可以放在这个桌子上 我就会比较舒服 这倒也是没毛病 你这边为什么你知道吗 你圈开电脑 你电脑放上去 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桌板宽一点好 ROG的显示器 效果非常的好 对ROG ROG的东西就这个问题 至少我用过了 大部分东西确实不错 就是价格 你说我一整套都是ROG的 实在买不起这个显示器 特意确实买了个滑朵 因为像我不是接着电脑用 我直接接着游戏机用 原来我这边也放了一台PS5 然后一台的那个SWG底座 原来我放的是一个普通版底座 但我那一套普通版 然后作为高考奖励 送给同事家孩子 现在是放个萨达底座 没有显设备有底座 你直接拿边 一插你就可以直接用 一款也是这个式样 背后有的 然后下面有个投影的 我非常的拉风 但可惜这台就是 哎 这个底座样子也不错 但是最大遗憾就是没有的 这个是以前老学友送的 PDP加这个马里奥相熟的 再次谢谢红颜 发了点书 在这边玩几次游戏 玩当中休息 往这边一口 发现特别舒服 相对人体工学也 如果你常做的话 这种都很舒服 相对的这个好处就是电竞 包裹更厚实 然后就是你那种 特别想放松的时候 那这种就很舒服 放平 然后人整个躺下去的时候 至少我用过那几个 就这样放下来 就还是挺稳的 因为它整体很厚重 这边有一个加速器 用的还可以 但是我一月一付的 我在等他们搞活动 过年 过年太晚 或者你如果是大学生 我不是大学生 学生真的借我用一下 那我现在是月付 一个月30块 我在等他们搞活动的时候包给你 然后这台呢 它是没有自带音箱的 这个是漫步者的 价格不贵 但是够用 有一点啊 我琢磨了半天 我没有找出来解决方法 它每次开机 这个音效是固定的 线路输入 啊 起飞了 关机 我是想把这音效关掉 因为开始的时候 蛮有意思的 听多了 这还是关掉的 然后发现就没办法关掉 有灯 然后想弥补一下 这款ROG选事情 没带灯的这个遗憾 听起来好笑怎么办 这个东西摆在这边 我是把它当一个摆件用 这是ROG的 分布式路由 我这边有两台 一台放在客厅里面 一台放在 就放电脑那个房间里面 两台都黑色 但我想讲一下 这外面是白色的好看 就你现在桌上这一套 你放个白的挺俯物的 好吧 我感觉这个主要是搭配游戏环境 顶部是透明的 内置9天线 这边是能看到部分天线 因为还有些这个天线 是藏在后面 前面有灯光 只不过它这个显示方式 是那种 就是像素 这作为一个游戏环境 搭配挺不错的 旁边全是字 各种各样花样的字 有印刷的 这边有镂空的 这边缩大的WiFi6 讲到WiFi6倒是要讲一下 就是如果大家后续买这个路由器的话 我个人是建议尽量挑支持WiFi6 因为现在已经很多设备能用的 后续这种扩展余地也更大一点WiFi6 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一个标 你知道吗 然后一看WiFi6 你能这么大干嘛 配套那个APP 就蒋老师吧 比我之前用的网金要好 更新一下他那个电脑的 奥状 我真的求求了 我要崩溃了 但是那个就ROG的掌机上面 我感觉那个做的很可能 我用过一会儿你那个掌机 我觉得它要是电脑上那个软件 有你那个一半功能就正常一点 我都不会这样 这边是张吃饭小桌的 理论上面是可以做四个 但是我来的时候我们吃饭吃比较方便 人家比较方便 而且就做的更自由一点 给朋友来 就怎么方便怎么来 上面就放一台这个饮水机 然后平常喝水比较多话 这个挺好的 家里同款 今天晚上的晚餐 三层牛肉起司汉堡 平常我做视频就在这个房间里面 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在一开始客厅东西都还没到位的时候 大大于是露出素材什么的 然后也在这个房间 电视机柜目前是空的 还是那台硕大48寸的显示 突然看到这个冰箱你知道吗 东西搬到这边 就有点小尴尬 是有厨房间 然后也有冰箱 原来我这边家里面冰箱 其实也有 就是你放在这边 你做视频 你转头就能拿 不用再跑出去了 就差在几步 你家住别墅是吧 就是俺的漫画书 还是之前的漫画书 到时候说明马上就会换眼皮 不是换眼皮 加一点 但漫画书你知道 这种就是你带这种原版万华 就相对来讲 像这种小开本 它其实并不重 价格也还好 但是就是很占行李箱的地方 毕竟带的是行李箱 不带集装箱去了 对不对 我那边还有三个没开封的肥盒 你说那个肥盒里 万一开出一张莉莉艾 是多少钱的问题 这个就保留一丝希望 不要开封就放在那边 你心里想要吃 说不定里面有一张白毛莉莉 除了你电脑这边相关之外 然后其他主要东西都搬到外面去了 周末聊天室直播 那就这块地方 在背后的架子 然后我笔记本就放在这边 做视频用的 24寸Mac 旁边是台KGC 27寸4K显示器 我拿它当扩展屏 就用键盘还是之前跟大家聊过 那个key crown的一个 唯一的毛病就是它是有限的 但是因为它有灯了 就想想也就算 尤其这个弯图 经常手放在上面打字 时间长了以后它变发光 我会特别有成就感那种 对这个 这个要谢谢八个雅 就前段时间坐在我这边水 送了我一个网络之类的限定手柄 正好这边有两个Xbox限定手柄 我是想讲一下 因为前两天不是就布了星空的限定手柄 因为你给Xbox 你再另外配手柄 这个不用我讲了 如果给电脑配手柄的话 我想讲 只能讲纯个人喜好 我个人比较推荐 我也比较推荐 给电脑配手柄的话 可以买Xbox限定手柄 至少我留意过几款 就样子其实都做的蛮不错 然后这个是非之八爪鱼的海贼王联名版 东西食物我还没看到过 然后这个娘娘强烈的要求 然后她想看一看 这东西长什么样子 主要比较喜欢海贼王 普通版我是建模的非之八爪 然后这个外面红色 我估计应该就是全红 这个是代表 普通版为什么没有吧 哎呀我去 有人想过故意 用起来是没有区别 但是比较好看 有那味了有那味了 这个前面版不错 我们前面在试他那个充电底座 然后娘娘拿了这个 这是他的 然后安克跟海贼王联名的充电宝 这安克真会联名 有一手一 这一套是真的挺喜欢的 最关键 为什么我想拍给大家看一下 你知道然后我又看到这个 哇靠你的家伙真会买啊 前面就关键是看到他拿这条 我感觉这个 这个现家这个都是一套 我感觉这个联名可以的 就细节做的挺不错的 这个想法 它是种爱好 因为这个爱好 我们结交很多朋友 认识很多朋友 同好时间 然后大家一起来分享 拍点这方面的节目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不好 问问他们评论区 有什么想看你拍的 集材 一起热闹的玩 一起热闹的交流好不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或者收藏 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